上回我们介绍了挖泳的动作要领域技巧 当大家学会并且掌握了挖泳技术之后 再来学自由泳 将不会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因为小城也是从挖泳过渡到自由泳的 在学会了挖泳之后 熟悉并且适应了水性 自由泳也是一件水到其余成的事情 当然,自由泳由于动作没有太多的限制 而且泳汁具有阻力小,速度快,耗力小的优点 对于很多游泳爱好者来说 非常喜欢采用这种游泳方式 下面,小城结合动画以及动作分解图 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自由泳的手臂动作以及腿部动作 希望大家可以很快掌握并学会哦 1. 自由泳臂部动作要领入水 手臂在空中完成一臂之后 大臂内旋,使手关节处于最高点 手指伸直并拢,张心斜向外下方 之间自然触水 接着是小臂,最后大臂自然插入水中 2. 抱水完成入水之后 手掌掌心开始由斜向外下转为斜向内后 逐渐弯手肘,弯曲手腕 手肘始终高于手臂 为下一步的滑水做好准备 3. 滑水爆水完成之后 手臂配合肩膀的旋转 大臂内旋,带动小臂 弯曲的手臂逐渐往大腿方向伸直滑水 掌心由斜内下方转为斜内上方 从下往上滑水至大腿 注意,滑水是提供向前滑行的最主要 也是最关键的动力,不仅要滑水有力 而且更要充分发挥推进作用 4. 出水滑水至大腿之后 掌心转向大腿 手指向上先划出水面 稍微弯曲手肘 手臂放松,大臂带动小臂 上提手肘部位 掌心转为后上方 整个出水过程必须连贯步停顿 并且快速 5. 空中一臂完成出水之后 手肘处于上提状态 此时手肘高于手臂 向身体前方一臂 手有些感觉像要插入水的动作 进入下一个入水动作的准备 1. 自由泳腿部动作 要引自由泳腿部的打水动作 虽然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但主要是起到保持身体的平衡 2. 膝盖自然弯曲 但不能弯曲太大 这样的话小腿打水就显得不够力 而且加大了前进的水阻力 看不到打水时的水花 如果蹬紧 伸得太直 会让腿部肌肉过于紧张 太累 而且水花也大 最佳状态是弯曲160度 3. 尽量放松脚踝 蹬直脚尖 大腿带动小腿打水 腰部以下用力 上半身保持不动 这样打水才有力度 而且不会左右晃动 1. 自由泳换气技巧要引一般是 划B两次 即左右B各自滑水一次 呼吸一次 腿部打水六次 小成习惯右边呼吸 就以右边为理子吧 2. 呼吸 呼吸右手入水之后 此时头部面向左下方 口臂在水中慢慢呼吸 随着右手臂滑水到肩下的过程 头部慢慢转向右下方 同时口臂加大呼气量 直到右手臂即将化出水面时 用力呼启 3. 吸气右手臂一化出水面 头部刚好能摆上水面 大口吸气 随着右手臂在空中一臂的过程 将头再次埋进水里 直到右手臂入水结束 这期间有一个臂气的过程 直到头部完全摆向左下方 然后 在左臂空中一臂置入水 滑水的过程中 口臂开始慢慢呼气 头部也慢慢摆向右侧 进行下一轮吸气的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